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关于这的句式 之前我们学过动词加这表示状态 比如说我们墙上挂着一个白板 或者门开着 都是汉字这表示状态的语法 今天我们学习动词加这再加动词和这来表示的一个日常口语 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句式 动词遮动词遮然后怎么怎么样 意思是在动作或状态的持续进行中 又出现了另一个动作或状态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用两个动词分别加遮 表示这个动作或者状态正在进行 比如说我吃饭吃饭吃着吃着怎么样了呢 妈妈回来了 另外一件事动作或者状态发生了 一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使用方法 我们再通过几个例句来加深一下理解 第一个例句 我们聊着聊着老板进来了 聊聊天说话 聊着聊着老板进来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我举的例子和我们第一个例句 这两个动词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一个动词 聊着聊着 所以它常用是一个字的动词 而且是一样的 当然有特别的 我们一会儿再看 常用的是这种情况 我们再看第二个 他走着走着 正在走 走的这个状态正在进行这个动作 忽然看到一辆车向自己开过来 他正走着走着 然后一辆车开过来了 我们再看第三个 刚才的事情太有意思了 他说着说着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刚才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然后他跟朋友说 说刚才发生的事 自己一边说 一边觉得有意思 就是说着说着 突然觉得非常好玩 忍不住笑了起来 动词加起来 表示是开始做某事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说着说着 自己开始笑了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前三个例句 再回头看一下这个意思 联系刚才例句的这个内容和动词 这个使用的这个方法 我们看 是不是动作或者状态 本来正在进行 正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件事 一个动作一个状态 好好看一下这三个例句 好 那我说了 刚才我们说了常用于是什么 单音节的动词 一个发音的这个动词 还有就是两个动词是一样的 当然它也有特别的时候 就是可以是不一样的动词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四个例句 大家说着笑着唱着跳着都在进行着 然后后面是状态 好像回到了童年 大家聚会party 一边说一边笑 然后一边唱一边跳 这种状态 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童年 好 这是第四个例句 说的是两个动词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经常用于是前三个例句 单音节动词和两个动词一样的时候是比较常用的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 也是动词加遮加遮 表示一个动作正在进行 然后又出现了另外的动作或者状态 好 那这是今天学习的内容 你明白了吗